中方指出,世界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,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,霸权、霸凌行径给世界带来深重危害,集团政治正在制造巨大的分裂和对抗,维护联合国宪章的紧迫性、重要性进一步上升。 中方呼吁,各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,在联合国旗帜下加强团结,提升全球治理体系有效性,实现共同安全,促进共同发展,开辟共同未来。 中方表示,必须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的权威和效力,必须保障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,必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,必须抵制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制裁。 我们反对各别国家歪曲国际法含义,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际社会,包装成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,大肆侵犯别国合法权利,破坏国际法治。 我们也反对将国际协议视同儿戏,要么肆意撕毁协议,要么搞双重标准,毫无信誉可言。 中方代表批评美国等个别国家在安理会授权之外滥失单边制裁,完全是从维护霸权地位、技术垄断和意识形态出发,没有法律依据,同世界的发展进步形成巨大反差。 单边制裁往往打着维护国际法,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旗号,这也让联合国蒙受了不白之缘,削弱了多边主义的权威性。 我们再次敦促相关国家,立即停止单边制裁,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坚守公平正义和独立自主,共同抵制和反制这些非法行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